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咱们以前就聊过 这场疫情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就是餐饮业 上万亿的产值 上千万的从业员工 咱们真正是有将近两个月颗粒无收打 今天疫情终于算是控制住了 可是对于很多餐饮业的从业者来讲 他们内心期望已久的报复性消费还没有到来 为什么咱们国家控制住了 架不住国外太厉害了 全球已经超过两百万确诊了 所以即便我们身边很多大大小小的饭店 重新开业了 开放堂食了 甚至很多地方 那真是市长市委书记带头下馆子 发文件号召大家堂食去拯救餐饮业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 很多餐馆那真是叫苦原天 没盼来报复性消费 虽然开放了堂食 但是每天的营业额照比以前 那是大幅度下跌 可能有人要说了 毕竟我们时代已经变了 很多餐馆你可以不止着堂食活着 你可以送外卖嘛 虽然说大家不太敢堂食了 但是外卖我们还是敢的呀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外卖这么发达 但是有很多餐馆也叫苦原天 人家说 是啊 外卖表面上很好啊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客人 还不挤占我们餐馆的地方 就可以把生意做了 可是 以往的节目 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今天中国外卖 已经越来越形成寡头竞争了 实际上市场上就剩下了两大寡头 而且在很多地方的外卖市场啊 还是一家独大的 一旦形成寡头竞争 那么小餐馆就完全没有溢价能力 现在在很多地方啊 你点一单外卖啊 有两成到三成的钱 餐馆是要拱手送给外卖平台的 对于很多小餐馆来讲 他们在算一笔账 不做外卖吧 没有成意 我得亏死 做外卖吧 大把的利润都送给平台了 最后算一算 很有可能 我这单不挣钱 白白付出了劳动 稍有控制不慎 可能做了外卖 我也会赔钱 那么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 外卖平台 你应对疫情啊 少收点钱 多让利一些给小餐馆呢 最近广东省餐饮协会 就以人家协会的名义 给美团外卖啊 发了一封倡议信 人家跟美团商量说 你看疫情期间 我们省这么多小餐馆啊 真是举步维接 生存很困难 而你们平台呢 要收25%以上的提成费 有没有可能 疫情期间 你们少收一点 或者说 给我们这些小餐馆 返还个5%的提成费 要知道 对于很多小餐馆来讲 哪怕1% 就可能是决定这个餐馆 做不做得下去的生死线吧 当然 人家这个信 写的还是很给信的 人家说 如果你美团外卖 在我规定的时间之内呢 不下调这个平台费的话 那么对不起 我们将号召广东省内 所有的小餐馆 联合起来 我也不跟你美团合作了 我找别的外卖平台 行不行 当然 美团有自己的解释 美团说 我这也是个商业行为啊 我要搭建这个平台 要花很多钱的 我养着那么多棋手 每个棋手我要发工资的 我是上调了你的平台费 但是你不要忘了 疫情期间 春节期间 我给很多外卖汽车 涨了工资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不能让我赔钱 不是吗 是的 公说公有旅 婆说婆有旅 对于餐馆和美团双方 大家都坚持着自己的道理 这个很合理 但是在这一场论争中啊 我们欣喜的看到了一个现象 什么呢 餐饮协会站出来了 因为以往我们清楚啊 对于每一个小餐馆来讲 你跟人美团溢价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一个小餐馆 你才几个员工 你才多少产值 人家美团对你来讲 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存在 对于你 对于小餐馆来说 你只有接受 或是不接受 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让人家给你降平台费 天方夜谭一样啊 而餐饮协会则不同了 好歹 餐饮协会代表的是广东省 所有的餐馆 这样起码多少能有一些溢价能力 我们以往就讲啊 一旦某一个市场形成寡头竞争 或者双寡头竞争之后啊 小的从业者 个体从业者 在庞然大物面前是绝对没有招架能力的 就只有被收割的命运 所以当外卖市场的寡头竞争 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那么对于广大中小餐馆来讲 就真得抱起团来 希望有餐饮协会这样的机构 能够代表他们跟大企业 跟大寡头谈判 希望大寡头能够让利于中小企业呀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